一輩子全家的歷史 在轉播這段影片的時候 因為今天我們的收音播得慢慢 我耳朵又不열,聽不到 它那個背景音樂是很悲涼的 你做新聞的你不需要慶祝的 但是你需要不需要配一些悲良的音樂下去 好想陶情他 這些傻人死十個當五雙 你這麼壞樣 你殺人家那時候好冷弟弟 殺得好 殺得了 你這樣什麼 我差點沒說過一句 你去巴勒斯坦人就等死 是這樣的 你現在是自己 你就自己自強 惡人的意識烈 你說不叫人打 屌你了好不好 隔了也不叫人打 屌你了 在中東暗的地方 幾百萬人就碰你了 你們幾利賓州啊 屌你繼續去屌其樂陀 契弟 好了 近日我們沒有說 但是那些人說過殺有戒事 又說李克強復出 是 又說 是 屌你了 那個習近平失勢啊 你看 蘇利文啊 上個月 下到來 見這個 張又俠 那樣 其實你問我 又有一身鬼故 你問我呢 不是鬼故 我都覺得是有些不對勁 有些人說 因為身體不好 中過風 那種風風啊 那種 你們可以繼續這樣估 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情 你覺得你不知道 但是今天呢 今天就正是 人物的頭版又再出現習近平 而且中央台新聞聯播一開場 主播一口氣報導四條習近平的有關新聞 那代表什麽呢 你說是否中央角力不要去想那麽多 或者真的有些事發生 因為現在經濟這麽差 環境這麽差 習近平和馬右被人搞了 那麽是否代表 你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但是這些人已經講到 刺忍神神的 當然我們都未必不希望 但是呢 你沒有事實根據呢 就真的很難說 真的沒有什麽去追求這些 好了 今天我們這些供應料裏面 有一個meta 就是Facebook的高級遠距工程師 那這個人叫 Given Given仔 他在一次訪問裏面 隱藏攝影機的對談裏面 又在那裏面 又在那裏道歉 又說不能捐錢 這麽那麽 但其實呢 它是言論審查未停止過的 是 那麽我們當然知道 他説呢 他説呢 他説你試下 你試下 譬如你說 在那裏面 在那裏面 說賀錦麗不適合做總統 因為他沒有小孩 這麽說 他説你便會被自動降級 你那些朋友 是不會看到你的東西 他不會暴露你 真是怕你們說他什麽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post 或者影響力 是會下降的 那麽於是乎記者問他 咦 那 即是說 朱在八格講一套做一套 他説是呀 這個 這個 JV仔他説 他説呢 他説呢 JV Giroli 他説呢 MECA四月成立了 一個專門的 叫做 戰術小組 來處理平台 可能被濫用的所有情況 那麽於是乎記者問他 那MECA有沒有盡力 保護民主 免受虛假信息去侵害 他説 他説 MECA 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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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支持 MECA的政治影響力 和幫助民主黨的疫情 他説 他説 100% 那是 是否深層政府 他説當然不是 他説 他看你拜登 他説 思考也有些問題 他怎麼做深層政府 他説 賀錦麗 Elon Musk 説 賀錦麗 他説都不會比拜登 清醒很多 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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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ried 看你們 但我才説 他説 政治中立 服務於民主政府的政黨 但原來這班人有了他們 這一個其實在從來古今中外都有常有的 我在做這份工作 你四年選一次 我想聽你說 我要搞你 你一個政令都出不去 你想問有沒有人 我調查背景 調查你三年 四年就讓他上岸 就是這樣玩 今天Elon Musk 就證實了我 或者我們的看法 是接近的 所以現在 他說特朗普 他認為他幫特朗普助選 贏面很大 但他都不能猜到會有什麼發生 因為這班人非常害怕特朗普會上台 因為你知道特朗普上台 這次有經驗了 就是背後的一句 加上我幫了他 這班人分分鐘 真的 官職都不保 因為最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說什麼呢 他們這班人 全部差不多 很多大人物 都是這個 他們得很差的 在愛撥斯坦的名單上出現過 大家知道愛撥斯坦那件事 他說 喂 不是 特朗普一定會公開 這些 那或者特朗普到時候都未公開 因為裡面有些 除了本國的人 之後是政府裡面 除了外國的 就是皇室政要 看看是怎樣 好 今天 不說那些 我看見 這個 你以為是報道員 是廣告 那就是 這個標題就是說 帶父母去旅行 交通線 住宿頭都帶 OK 那是這樣的 他的文章裡面就說 帶父母去旅行 一百大常見問題 阿正你有沒有同伯 你有沒有 不要說給你 老爸老母 小時候 你小時候 他們帶你去旅行 你長大了之後 你有沒有帶過他們 和他們去旅行 沒有 為什麼呢 沒有 有沒有想過和他們去旅行 都沒有 但是父母開始年紀大了 他們自己去 那你拍拖有沒有想著 你的女兒 你有沒有說 阿正呀 和爸爸媽媽一起去旅行 有沒有叫過 沒有 都沒有 有沒有想過呢 沒有 那我覺得你們 都應該是 要去試一下和自己父母 是論盡一點的 是吧 但是呢 就是我都沒有試過 whole family去旅行 因為我老爸 走了 那那個老婆 就是2014年走 那之後我和我老母 和我老婆和我兒子 終於去過一次 去過一次 之前呢 就是我給錢我老母 但是我老婆 又不是很喜歡和我 老母一起去 因為女人我明白 就是想放鬆一點 就是放著老人家 是吧 那好在我都在 我都不記得161718 就是跟我老母 和我兒子 叫他去馬來西亞 和我兒子看學校 我老母跟著我去 叫他去過一次 那老爸都沒有去過 那我覺得呢 親著老爸老母 走得走得呢 是悶一些的 都盡量陪下他們 留一些記憶 因為他們人生 除了記憶之外 就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他們死了 連記憶都沒有了 他們說這樣真是很白過的 但是和父母去旅行呢 其實就比和小孩子更加盡 所以經常有人感嘆 閃前滴水 閃前滴水 什麼時候有倒流過呢 帶小孩子去喝茶去旅行的 到處都見到 和父母的都有 是少的 在機場你看到就多 你看到就知道了 有的 少的 那些小孩子 都叫我 那樣子 寶寶 寶寶 一歲 其實他帶他去玩都忘記了 好了 那比如說 那些什麼問題呢 起床沒有 幾點吃早餐 到最後 還有幾點才到 你想到啊 這些父母 玩小孩子都會說這些 這個景點有什麼特別啊 這麼長路 有時間去等 這句經典 家裡的房子更好吃,家裡的房子更值得吃之類的 是否在這裏,不如問別人,有沒有廁所附近 即是多少錢,這些就是你很煩的 所以如果和父母去旅行,假若其實我現在開始 即是這十年開始我們設立行,又開車又行 其實我有時候想,跟團也是挺好的 跟團是怕甚麼?太早起床,要趕行程 那些人不適合玩嗎? 那些人遲到 否則跟團是舒服的,安排了行程 所以如果我們救人,現在有小型團 會貴一點,當然 那些人其實自己包團,有15人 或者我們有經驗,有三、四十人 跟導遊說明,甚至找一些我認識的 我適合的導遊,說明我們這個團 去哪裏,我們要睡得多 酒店時間要多,自由時間要多 我們主要看哪裏,哪裏 那些客人,那些1688級樓梯上去 不知道甚麼,黑風扇,不要再搞 老鼠洞那些,不要 那其實呢,是OK的 那,其實我也挺懷念 一班團友出去玩的 我也喜歡,除了你說要賣樓 介紹MMH之外 那你說,譬如我熟一些馬來西亞 喂,見到那些網友 那些網友,那些網友,那些網友 這麼正,一口水,幾多東西 那我很開心 真是開心分享 或者跟大家,讓我想一下 因為,剛才我見到有誰上去 他不知道他拿東西給我 拿些甚麼白玉靈芝 你真是很神奇,喝幾東西 今天呢,我有個企業說 那瓶他忘記拿給我 他說明天拿給我 說,無論你怎樣咳 說到這樣 你咳到快死了,肥 一喝,立刻不咳 那麼忍激 他說到那麼激 他說他有沒有吃過 他說他沒有 他說他那個藥佬這樣跟他說 你現在吃呢 我說,我未有,他立刻給我 我說,如果是那麼忍激呢 我說你準備發達就有 是啊,真是神藥 誰都沒有試過咳 因為咳是很難 尤其是呢 我這兩年好了 是今年中了這個線性感冒 如果你想想 以前我一轉季呢 就咳回 一個月都 三個星期的 所以沒有感冒 沒有味水的,純粹 轉季的氣管可能會吸煙 咳是很辛苦的 現在他沒有進來 我剛才在咳 晚上我回家睡覺 我睡覺是完全不咳 通常睡覺會咳到 是混蛋的 我睡覺就可以睡得好 那麼 德爾就說 喂,是不是啊 我跟他安排一下 如果過年 我首先過我老婆和我關 因為我老婆連年過年 真的希望我會和他去 我不知道你現在還有什麼地方去 他又不喜歡去台灣 以後不會和我去越南柬埔寨 老窩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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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旅行 一定會回去 我呢 馬上去韓國 吃黑白大廚 但是 似乎 不等你半小時 等你淡一點 你這麼多人 我就不會去刮你了 是吧 其實我怕冷 如果不是 冬天過年 應該是哈爾濱看過雪節 冰節很漂亮 黃山 肉龍山 黃山很漂亮 駕車去哪裏 但真是漂亮 你不用說黃山 鵝尾山也漂亮 上面的雲海 鵝尾山 下面有雞叫 我的朋友 跟我說早十年八年 在這裏 鵝尾山 豬食 下面是屍姑娘 不知道 如果是就說是宜林 好了 我覺得 如果你是同父母去旅行 或者我們一班人 你就不用說真的 不如我現在帶隊 日本大家都去過 去到什麼 搞個團 第一天 我們搞就東京 我們下視覺 下機 別太早機 辛苦了 下機 三四點 旅遊巴等你 OK 立刻 哪裏都不要去 check in 先放下酒店行李 OK 然後 吃東西 吃完東西 市郊的酒店 在附近我們當然要找一些 比如有些溫泉的 東京都有的 找些肉場的 但我先 relax一下 自由時間 附近就沒有什麼買的了 好了 第二天 那就有旅遊團 你喜歡的 去一下就有樂園 走些什麼 現在都不走 什麼抽葉園 晚上 大九寶 新宿 不是 先去新宿 新宿之後 帶你走那圈之後就解散了 三個小時後 就在這裏有車會回酒店 如果 你們不回去 我們去到那裏 預時不後 你們自己搞定 自己回去 預時不後 第三天 日久遊行一些行程 比如看 我到時才想 東京 其實我也不知道 有什麼行程 看看東京鐵塔 那些壞事 夜晚就大九寶 大九寶在東京 是不是很習慣 吃飯 你 好了 跟人團 點到點 交通安排好 又吃東西 方便 說實話 今次我住在酒店 我早上 我的車 我放在酒店 外面的停車場 去拿車 我住三晚 臨尾那三天 我早上看到一家 如果 全部都是香港人 大陸人 那些外國人 排隊 排幾十人 我看看是普通的 日本便當 來的 肯定是有些料理 是這樣的排隊 讚說雜誌 但我便沒有排 我到現在都 真是沒有辦法 很遺憾 沒有吃過 到時 我都會 我都希望 去一次 說這麼久 看看L 那裏 我想 黃山 是不是好呢 還是 如果 那時候 過年 我真的不知道 麗江島 很漂亮 雲南一點 是不是 喂 只是 他看得OK 成全陽 很熱的一個人 謝謝 謝謝